六个兄,挂头有很漂亮的住人环境 附近的来欧郭室的老师就像哈姓来跟挂头旧友园区协设 和大家安装来协设设计家乡得适的漂亮 当中也有很多看你看到的特殊生态景观 现在这些哈姓的黎明作品也当在挂头旧友园区 送拿生态电视中心的日落来做电纽 电纽时间到5月11日 乡亲若是有挂头七头可以做过来欣赏小朋友的作品 民众看到作品 讨论到商品当中很厉害的特殊生态景观 而且还看到旁边的介绍 是来欧郭秀哈姓的作品 秀参观回来的人都感觉很厉害 看我们的感想 学校的老师可以具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除了让学生从观察生态之外也一并记录 从我们的动物植物尤其我们现在讲强调这个生物多样性 除了观察之外一并记录下来 也可以提供给其他人来做一个欣赏 做一个记录 老师的用心跟学生这种学习的精神是非常好的 我们曾经所看到一百又一百的作品 都是由六个乡来欧国秀的老师 刷到哈姓来跟客头那一层 跟他们来如何逐游家乡的特殊之味 并种新品当中的客头够有分枯 松拿心态但是中心的礼劳 透过一个内服国小的洪嘉宏老师 特别指导他的学生借用他的一些机器设备 来拍摄出这些的画面 那这个画面呢也相当的难得 如果是以小朋友的话呢 有这些的作品呈现呢 跟大人的话应该也差不多的等级了 拍起来的相当的清晰 相当的可取 而且当中除了各种保佑的照片以外 要还有黑鸟的口皮顶顶 真是这样看到的特殊心态景观 都挺显得的作品当中 他们拍的作品呢 有很多也是在西头这边 做一个取景的一个动作 那他们可以拍到一些蝴蝶的画面 甚至鸟类的蛇等等 这个也是在我们西头这边的一个生物 所呈现出来的东西 那在西头这边生物也非常的多样性 那小朋友呢 透过他们的眼睛 观察到的这些生物多样性呢 也会记录在他们学习的这一个过程里面 所以呢 这个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经历 烧白酒大西亚 当初时间跟各位照理好 也欢迎有幸福的乡亲 可以把机会来享受美丽心态景观 继续散场报道